那是從習近平在G20缺席的同時 美國事實上這一回合 拜登帶的是超級大咖團 特別是科技大咖 一方面加碼印度 另外一方面也加碼越南 可是同步卻在封殺中國 對沒錯 我們這一次其實拜登來到這個亞洲 來說的話 在參加G20之前 他跟印度的總理莫迪有見面 那見面的過程裡面 當然雙方是這個要深化雙方的關係 包括說談的科技 半導體 人工智慧 再生能源 還有國防領域等等 他們要對這個 要在這個所謂的 關鍵與新興技術的倡議裡面 要做一個年度的檢討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當然會加強合作 那尤其是在5G 6G 還有人工智慧跟AI 人工智能等等 那他們未來 包括說印度國防部 未來會加快購買 這個美國的武器 包括說像MQ-9B的這個無人機 甚至是美國跟印度 有共同生產這個F414的 這一個型號的引擎 這裡面是要為未來的這個印度 所謂光輝二號的光輝二型的 這個戰鬥機 當成這個引擎 同時之間還會再繼續開這個 跨的會議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跟印度的關係 是持續在深化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他又緊接的去拜訪越南 那越南的時候 當然跟這個越共的這個頭目 這個軟腹重 他們有見面 那見面的過程裡面 雙方又達成兩個國家要這個深化合作 那深化合作主要在兩個領域 一個在半導體 另外一個是在人工智慧跟這個AI方面 那半導體裡面 這一次因為這個拜登去的時候 他帶了非常多人 包括說像Google Intel 還有艾科爾 還有包括說美滿電子 Marvel的電子 那甚至還有這個Growth Foundry 還有波音等等高層都出席 那這一次來說 因為越南想要建立 自己本身的這個晶圓廠 所以這些公司呢 都有可能會在那邊跟越南合作 那除了這個之外 Google可能會在那邊投資一些人工智慧 那當然還帶著波音 波音傳言說 這一次會宣布 賣給越南50架 737 MAX的這個飛機 你中國不買 越南來買單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美國當然一方面 也某些程度來說 美國為什麼跟這些國家深化合作 當然也是看上他們龐大的這個市場 好 那這個美國深化跟印度 跟這個越南的關係之外 中國跟美國關係是越鬧越僵 因為這次中國在華為推出之後 他故意封殺美國的蘋果的iPhone 那目前為止 當然除了這個一般的這個中央政府之外 現在傳言可能已經擴大到地方政府 還有國營企業 甚至是說一些敏感的地方 包括說像英國媒體說 像核電廠或是說一些醫院 恐怕都會限制 那這個一方面這樣殺下來的話 可能對蘋果的影響力會非常大 那除了iPhone之外 又有傳言說 可能連蘋果的手錶 因為手錶也是會傳送一些訊息 人體的訊息 甚至耳機也可能都被涵蓋在這裡面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中國對美國的制裁 對美國的反擊 有可能這個範圍會越來越大 好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美國當然要想辦法反制 這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的FBI 也要介入這一次的這個調查 那調查是針對什麼呢 他針對這個華為這次手機 你這一次的麒麟9000S 或是麒麟9000E 這兩顆晶片 到底用了什麼相關的這個技術 那這裡面來說 有一個人物就被端上檯面 那就是梁夢松 因為梁夢松 其實他過去跟美國有關係 他早年 這個是在美國 成大畢業到美國去念書 他是思學這個美國的 這個伯克萊大學的 胡正銘教授的下面 所以如果美國要制裁他 是什麼制裁他 難道他有一些資產在美國 還是怎樣的方法 現在美國正在研究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那當然了 因為這幾天全中國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華為的 Mate 60 Pro的手機出來之後 哇 他們引爆了 他們整個這個購買槽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支手機 他後來在週末又退出了 一個5X的這個M5X的這個手機 還有一個這個Mate 60 Plus的這個手機 這裡面手機來說 哇 真的是讓中國網友 或中國的這個民眾 完全嗨翻天 好 那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主要是因為 到底會對誰影響比較大呢 很多人都說對蘋果影響比較大 但是實際上呢 其實或許會重傷到的是 中國的OPPO或是中國的Vivo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中國的高階市場裡面來說 蘋果當然是一支毒秀 但是緊接下來的話 是OPPO跟Vivo 那一般都認為說 會不會傷到蘋果 當然會傷到蘋果 但是或許對OPPO跟Vivo的傷害性 其實是更大的一個狀況 好 另外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國的這個Mate 60 Pro的這個手機 熱賣之後 全中國都是幾乎持續到那邊去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 如果照理說如果你真的是百分之百都是國產的話 對於你那些供應鏈應該股價會好 可是看起來的話中心事物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接下來的中美對抗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中國出招 美國接下來也會出招繼續跟中國互相對抗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